那也有经济学家在谈到G20一提示认为 各国不能只关注汇率的协调机制 应该多管齐下关注全球面临的通缩风险 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推进绿色金融和国际金融架构致力的改革 所发达国家非常有兴趣 希望能够让G20的国家都在宏观需求的刺激上面 做出一些合作 那么发展中国家 包括尤其是中国 对结构改革很有兴趣 而且对一些长期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作为主席国 想进一步推进 一个是绿色金融 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架构治理的改革 这些都是中长期的问题